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车市重点 没错今天我们要试驾这台车 就是我身旁这一台2022款的长安 异动plus 那对于异动这一台车 我相信小伙伴们应该是不会陌生了 这台车完全担得起国民神车这四个字 因为整个异动系列的销量 居进为止已经超过了120万台 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于台国产车 尤其是国产轿车来说 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 那么这一次2022款的异动plus 它又带来的哪一些的改变呢 跟着我们镜头 一起来为大家简单讲一下 首先外观来讲的话 这台车其实在外观并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唯一的一些区别 就是在我们下面前唇的上方 它这一道前产 它是加入了一个红色的试条 因为熟悉长安的产品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 像长安的CS75plus 还有像它的55都有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试条 不管是在车侧车前还是在车尾都会有一个体现 那么在我们2022款的异动plus上面呢 它也保留了这一个家族性的特征 那么在整个前脸的话还看上去依然是那种很运动范很有攻击性的一张前脸 当然作为改款车型来说它在外观上面还是会有改动的 而最大的改动其实就在我们轮毂这里 当时异动plus的17寸轮毂是只存在于顶配色系上面的 但是现在我们2022款的异动plus 它的17寸轮毂已经完全下放到了它的所有产品当中 并且这种拼色的轮毂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 那也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么除了我们在外面有一些改动以外呢 在我们车内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 然后首先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一块饰板 它现在采用的是一种拉丝的一个饰板 这种灰色偏金属质感的这种饰板的话 从视觉效果上面来讲 你会明显感觉到增添了一些科技感和高级感在里面 那么除了这个的话 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就是这个挡霸的位置 那么以前异动plus的挡霸用的是一个机械挡霸 那么到我们这一代2022款的异动plus 也是换成了一个电子挡霸 然后不仅是更好看 并且用起来也是非常顺手 这样带来的好处的话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增加了我们车辆的实用性 哪里呢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机械挡霸的话 在我们这一块都是要放变速箱的一个位置 但是现在下面的位置就已经完全腾空出来了 那除了这两点以外 还有这些功能性上面的一些调整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一键关窗功能 它实现的方式就是在于我们的车窗 如果有打开的情况下 长按我们的这个内循环按钮 它的四个车窗都会完全关闭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用场景 或者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因为都知道夏天其实很热嘛 那其实一上车就开空调是比较不对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夏天我们要开车的时候 进到一辆经过阳光暴晒的车 我们很多人的第一选择都是把所有的车窗打开而进行车 然后当车内的热空气已经完全交替过后 我们再会去打开空调 而我们的这个22款的移动Plus 它就能够直接一键将我们的四个车窗全部升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说实话还是挺实用的 并且它也并没有单独把它放到哪个按键上面去 而是用了我们这个内循环的按钮 给它多赋予了一个功能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长安的这种设计师 他们的这种设计想法和解决用户痛点 阳点的这种功力还是非常厉害的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台2022款的移动Plus给开到路上了 从整个参数来讲的话 最大扭值是260牛米 最大功率能够达到118千瓦 其实和我们现款的移动Plus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但是官方说它这个变速箱 也就是长安自主研发的这一台 7速40双离合变速箱的调校上面是重新优化了的 那么今天我上手的话一直开的都是它的一个Normal模式 就普通模式 并没有于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模式 整个开起来的表现我觉得中规中矩 然后最明显的感觉其实转向上面的调校会比之前开移动Plus来讲 它整个转向会显得更紧凑一些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当时的长安的ElonPlus 给我最大的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其实是在于整个的噪音方面 但在这里的话就明显能够感觉到 有很大的改进 基本上你是没有什么胎噪存在的 所以这也是得到了优化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台车始终是一个家轿 而作为一台家庭用车 它整个车内的噪音抑制能力其实是蛮看重的 那么总体来说这台改款过后的2022款的ElonPlus和现款的ElonPlus相比 区别说实话也没有到特别大的地步 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有非常多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油耗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暂时开了有26公里 然后是用的ECO模式 在ECO模式之下它的表显油耗现在是6.3升 就我们之前我们全程开着空调了 空调开的是22度 然后风挡是在4挡 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油耗表现 我觉得这台2022款的ElonPlus也表现非常不错了 所以总体来看这台2022款的长安ElonPlus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购买的 因为比前一代来说 有了更为舒服的一个体验 一个更精致的油耗 并且颜值也是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和高品质 那么这样的一台车会是你的选择吗